9月23號禮拜五晚上的電視新聞出來的圖卡 很清楚寫到警察大學聲明 那隨即呢 可能是有平面媒體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呢 就用Line的方式來詢問警察大學公關室的同仁 但是我們為了暫時保護這位同仁吧 我們暫時把他的名字做了一個遮掩 那這個是這位平面媒體記者 用Line的方式詢問這位警察大學公關室的同仁 他問的內容是 我在這哈哈麻煩了聲明 反而言之 這位媒體朋友他所要的是聲明 接著呢 大概中間隔了三分鐘之後 這位公關室同仁就回應說收到 隨即幾乎是同一時間 9點09分就貼出了這一篇聲明 換言之 媒體朋友要的是聲明 警察大公關室同仁給的就叫聲明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這一張是應該我 時間我其實不是很清楚 但也許7點50分左右 電子媒體的新聞內容 這張可以看到是大概是9點09分 平面媒體跟警察公關室同仁要的聲明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電子媒體也好 或者是平面媒體也好 他們所要求的都是聲明 聲明 所以換言之 從頭到尾 警察大學所提供給 不管是電子媒體或者是平面媒體 他們所要的就是聲明這兩次 因為我看到在第二天 9月24號禮拜六 早上我們的辦公室同仁發出新聞稿之後 到了當天下午大概是1點26分的時候 警察公關室同仁有致電本辦公室同仁 也說明了 的確提供了相關內容給媒體朋友 我想整個事情大家都很清楚 禮拜六我們大概是8點40分發出新聞稿 一直到當天晚上的大概是10點34分左右 警察同樣的也是透過一個媒體訪問內容 他也沒有發布所謂的正式聲明 所謂並未發出任何正式聲明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把23號20到2天的來龍去脈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報告 簡單來說 我們目前所發出任何東西 包括今天上午 不管是何博議員 或是外界對我們質疑說 所謂這篇聲明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只能再強調一篇 當媒體要求聲明的時候 給的東西當然是聲明 而且裡面的每一個文字都出自警察人員之手 我們可以比照一下這兩篇內容 當然電子媒體可能是因為他的畫面需要 所以並沒有把全文做個披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行字 侯友宜警察博士生入學 畢業資格皆符合規定 這邊第一行 侯友宜警察博士入學 及畢業資格皆符合規定 兩篇所謂的聲明 大概只差了一個字 就是這邊有急 這邊沒急 所以我們認為 這兩篇雖然問的人不一樣 問的時間不一樣 但是警察給的聲明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認為 這篇警察百分之百 這篇聲明出自警察指手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大家最想忘了